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请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想要交往长久稳定吗? 讲明你的恋爱地雷,避免物财雷区 总是谈短命恋吗? 每次谈恋爱不到几个月,甚至不到一年就分手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 就是在暧昧的时候,或是刚交往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黄金魔盒的时期 可以让你把握时间去找到双方的恋爱公式跟交集呢 之后谈恋爱就会比较长稳,平顺 有没有一些地方你要注意呢?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关于说恋爱地雷这件事情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位于中山站的特色咖啡厅叫做Hotu Cafe 这间Hotu Cafe呢,它是位于京华酒店旁边 就是离中山站就有一段距离 已经偏就是星星影城那边的位置 那它的整个风格是走比较文艺气质的 非常的日味,整体的装潢呢,就是用大量的木柴家具 它连外面的外墙都是木板去拼凑而成的 所以看起来就有那种温馨,然后很居家的感受 那里面也贩卖一些手作的什么小物啊 或是你看它店内的一些小摆设啊,都是日味满满 那里面呢,主打是他们家的蛋糕 如果你有上网看过这间店的介绍的话 他们家蛋糕是价格非常的合理跟亲民 但是又是手作的 所以每一次去点它的餐点都觉得诚意满满 而且每一次它都会有一些季节限定的蛋糕 而我这一次去呢,是点他们的巧克力香蕉塔 那我又加点了一杯就是拿铁 他们家的第一小时饮料 所以进去就是一定要点饮料 但是甜点你要不要点就是随你 但我个人觉得你去了就是真的不要错过他们家的甜点 基本上我看过去真的是没有一款你不想吃的 我还问了店员说 请问一下哪一款是你们家的主打 店员就是看着我说 嗯,那每一款都蛮好吃的 所以有奖跟没奖是一样 那我会点这个巧克力香蕉塔 纯粹就是我当下心情就想要吃巧克力 那我吃完的感受我是觉得分数蛮高的 因为它找150块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里面的用料 跟用心程度是有达到这个标准的 然后加上它整体的装潢 跟它的空间其实蛮大 它里面还有一些类似包厢的小的空间 那里面就蛮惬意 然后都是木质雕 所以就很适合跟朋友去那边聊天 虽然它有限时的 它限时两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去那边就是跟朋友聊天 然后整个空间说让你觉得是 呃,位置是蛮宽的 就是不会觉得你讲话隔壁桌会吵到你 就是不会感扰到 就是蛮有隐私的 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本身是那种上班族 你可能要找个地方稍微两个小时工作一下的话 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里面的位置蛮多的 以这种文青咖啡厅来说 它里面的位置大概有40个左右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蛮大件的 就是在此推荐给你 这间叫做Hotu Cafe 然后是位于中山站周遭 相关的资讯呢 也要放到其实你应该的IG 限动24小时 那我也有拍影片 请大家赶快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你都会看到相关的资讯哦 好啦,讲回今天的主题 想要交往长久稳定吗 先讲明恋爱地雷 就可以避免物财雷区 第一点就是呢 那三观合不合适一回事 它是否愿意包容差异更是关键 就是可能刚交往 或是你们还在暧昧期的时候 你就是眼睛会戴上那个粉红色滤镜 看到它的一些小缺点啊 一些小尖小鹅 你都觉得说啊,哪有这么小 哪有这么可爱 就是你看挖鼻石 你都觉得它很可爱 可是等到那个激情散去的时候 可爱就有可能会变可恨哦 但是如果变可恨的这个时候 它还愿意去包容你的差异点 它还愿意去体谅啊 你这个地雷 那我就是 我知道你很在意一件事 那我就不要去搓它 它愿意去容忍 那就表示说 它真的是对你是蛮喜欢的 那刚刚也讲到 关于三观合不合这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找个长期稳定的人来说 你的三观基本上是不要找差异太大的 但找到完全合得来的人 也不代表说你就可以跟他走得很长久 因为三观合基本上你们就不会吵这些三观的问题 但是除了三观合之后 你们总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会有意见相左的地方 但这些意见相左 就是这些差异点 它是否可以去容忍 这些就是你们是否可以就是长期走下去的决胜点之一 所以这也是一个看点 就是三观合不合 合当然是最好 但是除了合之外呢 那些差异点 是不是双方都可以去容忍对方这些东西呢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了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想要交往长久稳定吗 先讲明恋爱地雷 就可以避免踩到雷区 就是恶 知道你很在意 然后愿意选择体谅你 然后不要去踩你的雷 举例来说 可能你是去很在意报备这件事情 报备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安全感 那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可以避免你们之间的一些冲突 跟一些你知道有时候不必要的纷争 但如果他明明知道你很在意 但他就是很讨厌 跟故意不报备 那就是等于说 你们两个就这方面上面 没有说对跟错 有时候就是你知道 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如果你们两个今天要交往 那刚好某一方对于某一件事情 可能是报备 或是他可能就是对于感情非常有洁癖 他非常讨厌 你跟异性可能就太亲密接触啊 可能会私下就是不报备 然后私下约会之类的 或是甚至是更严重的 你怎么劈腿偷吃之类的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严重的抵雷 但你已经知道了 但是你还故意的不去回避 甚至你故意去不停的探他的底线 故意想说那我好好 那你不要我跟别人吃饭见面 那我网络上聊骚总可以吧 你就会很喜欢去踩他那个那边界的底线 那这种状况就会导致你们两个 不可能走的长远 但反过来说今天要走的长远的一段关系 就是要双方互相体谅 互相不去踩对方的雷 那前提来了 你必须先知道对方的雷在哪里吧 所以才会说你必须先去了解对方的恋爱地雷 为何 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 就是在不小心去误床的那个雷区 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很小的点 他可能就是对于有洁癖 就你回到家里面你的袜子乱扔 但他其实可能本身就是有洁癖的人 他就是很讨厌袜子乱扔的人 或是他本身有床癖 他就是一定要洗完澡才可以躺上床 但是这些事情就可以事先 明明就是可以先沟通或先去厘清 但是因为你们两方都没有去讲清楚 某一方就会做 那另一方是隐忍的状况 久了那就会那情绪爆发 甚至就会吵个不停 所以你要怎么去判断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呢 就是从说他是否愿意为了你去妥协 他明明知道说 好你有洁癖 那我回家就是把袜子脱掉 我就去冲个澡再上床 这些东西就是双方要去磨合的 他如果愿意为了你去做一点 就是退浪或妥协的话 表示他是重视这张关系的 那双方在不管是暧昧 或者刚交往之初 就是应该去沟通双方的一些地雷 然后去厘清说 那我做到这样可以吧 好那你很在意床 但是我真的很讨厌一回家就洗澡 那我至少不要去碰那个床可以吧 这些东西就是可以从沟通 去降低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争执 然后降低的这些争执 就会让你的关系 比较容易继续的走下去 而这是第二点 他知道你很在意 然后愿意选择体谅 然后不要去踩你的地雷 现在第二点关系说 想要交往的长久稳定吗 讲明双方的恋爱地雷 就可以避免踩到雷区 就是三 先讲好恋爱的游戏规则 何则来不何则去 谈恋爱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知道先小人后君子 尤其现在的人 可能你知道认识一个人 都在交流软体上面 或是朋友介绍 或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等于是陌生开发 那刚开始暧昧 刚认识的时候呢 人难免就是会想要藏着 或是会想要装一下 想说啊 这样子才会保留一些低印象 才不会就是刚开始就吓到你 这的确大家会这样做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对象 是你想长远的发展 就是暧昧个 比方说几个礼拜 一两个月 你发现说 哦 这个人可能 可能是可以长期的暧昧下去 或是可以长期的 往交往的路子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跟你说 偶尔就是要把你那个 最龟毛 最难搞的那一面 稍微展露给对方知道 对方是否可以接受你这一面 才能够去明确的了解说 那未来 如果真的走到交往那一步 他是否可以容忍你这些缺点 比方刚刚讲的 你有洁癖这件事情 就是很单纯 他是不是可以容忍你有洁癖 比方说你就是个在意干净这件事情 但对方就是一个完全不在意干净 而且他不想为了你妥协 那如果这件事情 你们一直都没有拿出来讨论 或是你一直在隐忍自己的那个洁癖 你想说前面就是牵壁讲 然后想说维持第一印象这样子 那后面真的走到交往了 你终而天你的情绪就会爆发 因为回归于生活 或者你们两个最后面可能就是 长期相处下来 你就会非常的不自在 所以这些事情 就是难搞龟毛 或是你的地雷 这些东西就是在刚开始暧昧的时候 如果比较稳定了 但我们不是第一次就这么明确 而是你们可能约会个几次 就可以慢慢地透露给对方知道 藉由沟通 去了解说双方是否有些东西是 他很坚持的 那这些坚持是你可以退让吗 还是你们两个的坚持 刚好是互相抵触的 那如果是很严重一个就是要求要开放式关系 那一个是很严格就是要一对一的爱情关系 那这个就是你知道迪太远的没有交集的时候 那就可以明确的叫说 合则来不合则去就不用浪费双方的时间 那这个也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能够容忍最差时候的你呢 才值得拥有最好时刻的你 所以呢 你就要去先讲好你最差最好是到哪个地步 他如果连你最差最差最严格的那一面 最龟毛最难搞的那一面 他都可以忍受的话 那表示其他事情 他就是应该是可以轻松地度过 所以这也是个评判的标准 就第三点 先讲好些恋爱的游戏规则 合则来不合则去 接下来第四点关系说 想要交往长久稳定吗 先讲清楚你的恋爱地雷 就是四 了解双方的感情雷区 有助于彼此去磨合跟体谅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 不要说自己就是 我就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我这个没有什么地雷 不可能 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有自己的一些美感 那个美感可能 就是别人听起来 就说这件事情有必要在意吗 但是你可能就是非常在意 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可能就像报备这件事情 或是有些人可能就是 对于异性 就是即便在交往状况 他跟异性就是 交流也是不会有个站不站 就是他比较不会有 那个奋济存在 亦或是对于前任这件事情 有些人就对于前任 非常的敏感 就可能他跟你在交往过程中 但是他也是会私下 跟前任见面 吃饭聊天 甚至他还是会保留大量 他跟前任交往过程中的照片 或是他们两个谈恋爱的东西 他都会还是保留着 那有些人就会对这些事情 非常的敏感 他就会觉得说 什么意思 你都跟有交往 你现在还在留恋这件事情吗 你还时不时会打开手机 看看他的照片吗 那这些东西就有可能 会是地雷之一 所以先去了解 双方的感情地雷 就可以去避免踩雷之外呢 还可以去 就是彼此先去做些磨合 如果事先先知道说 好 你就是对于你前任 可能就是这么在意 这些旧情的东西 或是你就是一个 很喜欢交朋友 就是你 即便就是在这样的状况 你还是要拥有跟 就异性可以单独吃饭的权利的话 那前提是 你要跟他谈恋爱 一就是接受 二就是不接受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离开 那接受的话 那你们先讲好一些准则 你懂吗 先讲好说 好 那你们要吃饭 那我必须 好 先知道你们在哪边吃 或是你要报备 或是那个人我要认识之类的 或是一起吃 你懂吗 就是规则先去定好 这样子呢 就可以去评估说 那双方我们是不是有共识 先去评估双方的这些想法 观念是否契合 借此 你就可以去评估说 那我跟他这个人 是不是可以走得很长远 或是他是不是有些观念 跟我真的差太多 就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交往状况 我可能就不会跟异性 就单独吃饭 或是单独开车去接异性 很多女生真的很在意 就是副驾驶这件事情 他觉得说副驾驶就是专属于我 你怎么可以开车 然后在女同事 然后让她坐副驾驶坐呢 就是很多人就对这件事情 是很敏感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完全无感 但这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所以这些东西就先讨论 先去知道对方的雷区 然后你才可以做一些 磨合跟体谅跟沟通 而就是第四点 接下来第五点关于说 想要交往长久稳定 先讲明双方的恋爱地雷 就可以避免踩到雷区 就是五 画好感情底线 便能够爱的之所进退而扑委屈 讲到爱情地雷呢 大家可能刚刚讲的 都是比较小的地方 比较洁癖啊 宝贝啊之类的 那比较大的感情地雷就是 我刚刚说的 你在交往状况之下 是否还可以开交友软体 或者是你在交往的过程之中 是否可以单独跟异性 比方共处一室 或是一起出游之类的 这些东西就是 很明显就是 会有争议 而且可能会变成 就是吵架的导火线的东西 那双方在事前 就可以先去画好那个底线 就是我可以接受 比方你跟异性吃饭 但是到哪些场合是合理的 或是比方说 你可以跟他在公共场合 吃饭没有问题 或在公司里面吃饭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们是六日私约 然后可能你还要载他 去某个地方吃饭 或是要单独住在外面 那这样可能就不行 就是哪些线是要先去画好的 或是你现在 如果跟我交往之后 就不要再开交软体 那一旦抓到 我就是直接分手 或者是跟前任的关系 到底可以维持到 什么样的状态 是完全不能够联系 还是说可以联系 但至少要报备 当然有另一派人是 就是他们尺度是可以到 去参加前任的婚礼 那就是每个人的状况 是不一样 但是就是先去沟通出 那个底线 就是如果你今天交往状况 哪些底线是你绝对 不能够跨越的 比方说 刚刚说的就是 你一定要报备 或是你甚至不能够 跟异性 就是单独见面吃饭 或是你不能跟前任联系 或者是哪些东西 那甚至有些人是完全不在意 它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 那底线可能就是 床上露体的肢体接触 你要跟别人聊骚 你要跟别人视讯 什么之下都不管 但是你不能够 就是露体有任何的结合 有结合 就是分手 就是你知道 尺度那些事情 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有人是开放式关系 所以只要有讲 就没问题 所以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那每个人的状况 不一样的前提之下 就是得要先去画好 那个感情底线 不要真的 就是走到交往那一步 才在那边就是沟通 有时候在暧昧过程中 其实你从聊天过程 你去问他之前的分手状况 或是问他之前的感情的 约会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一探究竟 你就会发现说 两方对于感情 这件事情的在意程度 跟定义是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认为的感情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你不能管我 我也不能管你 这是在他想法中的感情 但另一方的感情 就会觉得说 我今天跟你谈感情 就是表示我们两个是 讲好的 是有承诺的关系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要一对一的关系 不能够再额外伸直 或是有其他 第三者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在 暧昧的过程中 或是刚开始 确定要交往之前 你们就可能要去 厘清一下说 这些尺度 我们是不是在 同个频率上面 不要说你就是开放式关系 然后我就是一个 很忠贞的人 就是我一定坚持一对一 我不会对外人 有任何的想法 那这样就是不对盘 就已经走不下去 这是第五点 画好感情的底线 才能够之所进退 然后不会委屈 好了 今天就简单分享 关于说 如果你们要交往的 长久稳定的话 先去聊一聊感情的地雷 才能够避免物彩雷区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如果对今天的议题呢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的话 你们看 怎么办 你就像 上面 想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